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和平时期 这样连生几级的事就少见了 甚至没有过 可是 吴毕将军王英州却曾经创造一个奇迹 直接由副团长直接成为副军长 林副其实连生三级 且十年才三十六岁 王英州是在解放军著名王牌军五十四军成长起来的 他的传奇是如何发生的呢 王英州的军旅生涯 虽然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 但他多次参加血与火的战斗 甚至是对外军作战 是那种从战火中淬炼出来的钢铁战士 他是和南业县人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参军 当时才十七岁 他入伍的部队是五十四军 参军后部队就开赴朝鲜 在朝鲜负责海岸守备 两年后 他随五十四军作为最后一批志愿军部队撤回祖国 此时 他是一百三十师侦察连七班班长 一三陵师是五十四军 乃至解放军全军中有名的王牌师 回国后 王英州随权师又奔赴青藏高原 参加平叛作战 1960年一月 侦察连在西藏洛龙县剿匪时 被一千多名叛匪围困在一个寺庙中 被断水断粮 情况十分危急 王英州和战友们忍饥受渴 英勇顽强地苦战七天七夜 打退了叛匪几十次进攻 坚持到增援部队赶到 然后内外合击 消灭了这股叛匪 1962年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打响后 腰三陵师再次出征 王英州从侦察连请救到野战部队 还是担任班长 在对敌作战中 他带领全班一直杀敌战先 一次在瓦弄搜脚印军时 双方发生激战 连指导员和两个排长在战斗中牺牲 副连长蔡茂胡指定王英州 带领三排排长 随后 王英州率领三排担任突击牌 为全联打先锋 经过几个小时的击斩 解放军成功地将印军两个营分割 并且把他们打垮 敌兵争先恐后 地钻入密林逃命 王英州带领三排紧紧追击 几天几夜 最后 他们随身携带的三把面吃光了 王英州带领大家挖巴交根冲击 硬是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 这一次战斗 王英州所在的连队币 商印军三百多人 战后 王英州总理三等共 1964年时 王英州已经是连长了 11月 连队组织班战术主攻实弹演习 在一次演习中 突然一名机枪手不小心引燃了身边的炸药包 吓得不知所措 王英州眼看炸药包嘶嘶的冒烟 就要爆炸 一个剑步窜上去 左手将机枪手猛地拽到自己身后 右手抓起炸药包去往外抛 哄 炸药包炸响了 一刹那间 机枪手脱险了 王英州却倒在血泊中 从此失去了右掌 王英州在关键时刻舍起救人 也成为了五十四军的英雄 但是 他没有了右手 生活就此改变 然而 他没有泄气 决定重新站起来 为了重返部队 他在手术后第六天 就忍受着痛苦 下床走动 进行锻炼 并用左手开始练习写字 几个月下来 他终于战胜了种种不幸 不仅生活能够完全自立 而且和其他战士一样 可以被枪打仗 由于是二等甲级残疾 按照规定 他必须退伍复原 但是 王英州坚决要求留在部队 是党委做出了一个特别决定 同意王英州留在五十四军的要求 这一年 王英州才二十五岁 王英州的事迹传出之后 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 他的英雄事迹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 王英州成为了十几旧人 和自强不息的榜样 随后 他在五十四军被评为全军的标兵 成为部队重点培养的好苗子 在短短几年中 他先后被上级任命为副营长 营长 160师478团副团长 英雄的王英州在五十四军中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视 1975年 五十四军军部突然对外宣布一项命令 任命 王英州为副军长 王英州有160师一名副团长竟然被提升为副军长 中间跳过了团长 副师长 师长 且这个三级跳是一次性完成 这个破格提拔的命令几乎震惊了人们 甚至 连王英州本人也猛了 命令就是命令 不容易推辞 王英州立即扛起背包 到军部去了 但是 副军长对36岁的王英州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岗位 后来 他回忆此时说 我刚到军里两眼一抹黑 确实 他来到军部几乎是一窍不通 但是 军长韩怀智 是一位爱惜英才的好领导 手把手的交他 每次开大会小会 他都让王英州讲话 发言 军里有什么重大行动 都让王英州去 以此 五十四军奉命组织全军大演习 韩怀智说 让王英州来当道远 当军长 而他自己呢 则在幕后进行指导 王英州当军长指挥全军 却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因为 五十四军本来就是解放军中的王牌军 战 将如临 各个英勇善战 单说一六零师师长张志信 一六一师师长王清贤 和一六二师师长李九龙 不仅是五十四军响当当的名将 在全军都是提起名字 就让人肃然起敬了忍不 王英州曾一度对韩怀智推辞说 他们资格都比我老 功都比我强 让我指挥这三个师 恐怕不行 还是选一位师长来演军长吧 韩怀智说 你不要他 他们都是军人 你怎么写电报指挥他 他就怎么行动 你想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 你就大胆演吧 演习开始后 韩怀智就坐在他的旁边 每一个战令你定好了之后 只要他不吭气 王英州就认为是行 就下达命令 就这样 王英州在五十四军这个英雄的容颅中 从一名副团长成长为完全合格的副军长 1979年春 五十四军再次开赴南疆 参加队越自卫环击展 在战斗中 王英州与韩怀智军长 一起率领军前线指挥所深入敌人腹地 指挥在前 一 四 某军副军长 绿某师穿插受阻 要求五十四军火速支援 五十四军支援部队出发后 由于先头汽车被敌人袭击 汽车团被堵住了 过不去 韩怀智接到报告后非常生气 指令军前纸的副参谋长江显臣 去打通交通 王英州说 让我去吧 韩怀智没同意 继续对江副参谋长交代任务 王英州再次请英 军长 还是让我带车队上去 把江副参谋长留在指挥所 韩怀智很长时间不吭声 后来还是说 那你去吧 王英州立即赶去系车队 赵开连以上干部会议 重新组织分配好侦察连的兵力 把战斗员安排到各车上 结果 车队启动后 对方打了几枪 车上的侦察兵战士们 立即给以猛烈还击 对方见我车辆多 火力猛 马上开始撤退 汽车团一鼓作气冲了过去 到达某地区街头地点 王英州见到了该军副军长 握手说 老同学 你们受苦了 某副军长说 我跟 钱就剩一名为伤员 其他全部是伤员 你们把粮食 弹药卸下来后 把伤员运回国吧 王英州请示上级之后 下令把伤员抬到车上 直接运送回国 自己则坐车回了五十四军军前址 在一次激战中 五十四军160师师长张志信的 儿子张力在执行侦查任务中光荣西省 消息上报道军部时 张志信正在火线指挥作战 王英州带着一个侦查牌 连夜走了三个小时 到达160师 然后协助张志信一起指挥 这月自卫还击战 五十四军再次打出了威名 但是战后 王英州不严功 在评功会说 五十四军的英雄太多 要评功 也轮不上我 硬是推辞了给自己继功的建议 1985年 王英州离开了战斗三十年的五十四军 调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88年9月 全军实行新军衔制 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成为解放军实行新军衔制 以来唯一的独臂将军 在河南军区 他工作 整整十一年后 于1996年6月升任军区政委 一年后改任军区司令员 以此 一位中央领导 到河南市查工作 在吃饭的时候 他对王英州说 我不能喝酒 只能表示一下 只喝一口 王英州表示同意了 这时旁边的省委书记介绍说 这位是王英州同志 这位中央领导 一听王英州的名字 立即问道 你是不是五十四军 当年扔炸药包的那位英雄 得到肯定回答后 他说 王司令 我听过你的事迹 老功臣 我要敬你一杯 不会喝酒的糖 满满的敬了王英州一杯酒 此事后来传为佳话 1999年底 王英州将军退休 如今 他仍然健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